想到讓我們掌聲歡迎大哲夢小姐 大家好 那今天就由我來為大家介紹 La Lavelle 的分 work 這一個 比較新型態的分 work 其實也還 我是覺得 ok 的 那我是確實出那網路畫名是大哲夢小姐 我非常喜歡剛演的 為什麼呢 看我的胸口就知道 好 大家可以在以下這些地方找到我 那今天的同學我看一下好像不太好 所以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他或會把會片釋出 那為什麼我要介紹La Lavelle 因為今天有好幾位講的都提到他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小心就被cue到了 那最近呢 只是其實是因為公司在用他做案子 那我就希望說能夠在電區看我們去分享 一些心得給大家看 那相信大家在前面已經看到了 不少那個 web framework 的介紹 那如果說在這裡教大家 怎麼去用一個 framework 呢 那時間真的是不太多 所以我今天來談談的就是說 現代化的一個 web framework 應該要具備的一些特色 那 framework 最重要呢 其實就是把麻煩的事情簡單化 把重複的事情自動化 在這裡呢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 web 呢 是因為我們要用的 web framework 呢 其實是專注在網站開發上面 那其實開發一個網站有很多面向要處理 所以一個好的 web framework 呢 對開發者來說他必須具備以下的基本功能 第一個是有效率的處理使用的請求 那能夠用更抽象化的方式去處理資料的內容 那有效的管理跟整合前端的文件 那快速的去回應各種不同格式的內容 以及他要提供一些基本的安全防護 然後還有一些完整的文件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通常呢 他也還能夠容易去擴充跟部署 當然大多數的 web framework 可能還會包含其他的一些功能 那這邊就是給大家參考這個 就請大家去參考其他場次的演講 學習過的 framework 呢 的前提是說 大家必須得先熟悉這個 實作這個 framework 的語言 那當然在今天這個場子就是 PHP 如果說呢 我們沒有相關 PHP 的開發經驗 那你就很容易被 framework 的魔法所迷惑了 那在學習之前 我們得先去知道說哪個 framework 是適合我們的 其實就像今天大家在議程裡面 可以看到 PHP 的 framework 是非常多壓化的 那尋找一個速度快 而且架構容易懂的 PHP framework 就成為我們在學習與使用上的重要指標 好 這麼多 web framework 裡面呢 Varago framework 其實是比較新的一個產品 那它是在 2011 年的 4 月由 Teller Outboard 所創造的 那它的目標是開發出一個擁有完整文件 而且是基於 PHP 5.3 的 framework 而它的 API 的命名跟使用方式呢 它都是以容易瞭解為前提 而且呢 也要可以很容易去擴充新的功能 那大部分的 API 你會看到 它是以先以類別的經濟方法去估教 然後再用 Prolented Interface 的方式 來完成接下來的功能 那這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那在環境上面呢 通常我們 在專案裡面 會 分成許多環境 那 Lavavel它也是可以 幫我們做到這些事情 那我們常用的環境 就大概有這三種 呃 當然隨著專案的人會用 會用 可能還會有更多 但是基本上是這三個 呃 開發跟測試 還有正式環境 那這些環境呢 通常都會有以下的設定 像是這項目主機的IP啊 網址啊 還有除錯的一些策略等等 這些設定都會 都不同 所以我們希望說 Framework可以幫我們 自動去探討這些事情 好 那在Lavavel是怎麼做的呢 你可以在專案的根目錄底下 它有一個Path.php 你可以去修改它裡面的 Environment的變數 然後在這裡呢 可以去設定它不同的環境別 那Lavavel它就會參考說 後面所指定的網域 來比較相關的設定 那你的設定要放在哪裡呢 在Application Convict 底下 你可以去建立對應的環境別名資料牆 那你就可以把原來的那個 Application Convict 底下所有的貼入檔 的數字過去 然後再去修改它設定值 它會自動去覆蓋量化 然後呢 現代的Web framework呢 如果說沒有命令列模式的話 就好像少了些什麼東西 那其中一個原因呢 其實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像泰克一樣去下指令 感覺像很酷 那其實使用命令列操作呢 我們主要的訴求還是快和方便 那好多例外呢 Lavavel它也是提供了一個命令列指令 稱為Aster 那Aster呢 它 跟其他的分後可一樣呢 它把很多功能包裝成命令列的指令 像是說 資料部的操作啊 系統的設定啊 單元的測試等等 那這些自家的指令 我們稱為TASA TASA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單元測試 跟資料部操作 系統設計等等等等 那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也可以 除了這些預設的TASK之外 我們也可以為我們的專案 賺取一些專屬的TASK 首先呢 在PathionTASK的目錄底下 你可以去建立一個PHE類別檔 那在這個類別檔後面 你就給它一個 叫做TASK的後置之串 那一個TASK類別呢 必須要有一個ROM的方法 那其他 如果說你還有其他同類型的功能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TASK類別的 的付出方法 那像是 在畫面上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鑽形 那這樣子 呼叫上呢 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可以用H&AXN 然後NOTIFY去呼叫 或者是H&NOTIFY 其他的方式去 其他的方式去 用貓好的方式去 串接其他的方法 那通常呢 我們會把這樣的 這樣的 一些日常的工作呢 寫在這些TASK裡面 並且加到我們的系統開程去執行 那接下來是買規訊 因為呢 我們會面臨說 呃 通常我們在專案建制到 在初期建制的時候呢 都會面臨到資料建制 建立的問題 其中呢 最重要的是說 你的資料庫 如何在多種環境去 快速可以建立起來 以往呢 我想 很多人都會用GUI的方式 去建立一開始的資料庫 那把產生出來的 ZIPO檔案呢 就放到版本控制中 那前提是 你的公司有用版本控制啊 那問題是 如果說 你需要還原的時候怎麼辦 那就很麻煩 那另外還有說 你可能在某些環境裡 會使用ZIPO Lite去做原型 那 在正式使用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YZIPO 類似這樣的 DVNS的 DVNS的切換 你怎麼去處理 這方面的差異 那 Larabo 他一樣也提供了 Migration的機制 那不方便我們去管理 這樣 那第一步呢 你是建 你可以去 你去建立它的版本控制資料表 那利用一隻頭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它 建立起來 那建立起來後 你就可以開始建立 有關 它們處理資料部相關的 Migration 也就是用Mac Migrate Migrate 和Mac的方式去建立 那建立完以後 它會給你一個 那個 PHP 類別檔 那這個類別檔裡面 我們需要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up 一個是down 那分別就是 執行 跟撤銷 那個方法裡面呢 我們可以用抽象的 schema 類別去操作你的資料表 比如說像資料表 或是資料欄位 所以有這些建立 而在down的方法裡面呢 你就是要寫相反的動作 那 完成以後呢 你就可以用 PHPosted 然後Migrate 去執行你的Migrate 然後用Migrate Rollback 去把它撤銷上的路 好 這樣子你的資料部 就會非常容易去管理 好 好 那 接下來我要提到 AutoLawing 在以前開 PHP專案的時候 啊 你必須去 你常常去 引用到外部的Line 或者是自己寫的一些類別 那類別的載入管理 其實真的是很麻煩 常常不確定 我們是不是已經 理快了哪個類別 那 可是如果說 我想要用 這個 這個指定呢 它在效能上 花費其實是會很昂貴 那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呢 那PHE5之後呢 它提供了一個 叫自動載入AutoLaw的 機制呢 那 Rollback它就是 用這個機制去做了一個 分辨的一個載入方式 那我們可以 簡單來看一下 比如說你有不同的路徑 我們可以用 AutoLaw的 director 來指定說 你要去哪裡 掌這些 那個Line 那 Rollback就會從這些路徑 去尋找你的類別檔案 那 也有 Map這個方法 Map這個方法 你可以去指定說 類別要 直接對應到那個檔案上面去 好 這個效率雖然是比較快 可是如果類別比較多的時候 你就會 還蠻好 那現在的 比較新的 一些Library 它如果有遵照 PSR0的標準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 那個Namespace 這個方法 來把它載入 好 這個方法呢 在載入效率上 也是有好的表現 不過 說明是用了一些 舊的Line 人 他沒有遵照PSR0的方式去命名的話 你就可以用 Underscore 這個方式去打載 進來 那我們也可以把一些 比較長的類別名稱 用比較短的 別名去取代 比如說 老老老老他本身有 在設定檔裡面 就幫我們設定好 很多他自己的別名 這個 不過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說 他的核心裡面 用一切 大量用了一切 設計的方法 而不是採用路線的 多形機制 所以如果你用 這個別名的 方式呢 可能會很難去 用自己的類型去覆蓋掉它原來的 Loud Go 它的原始方法 那這個在開發的時候要小心 下一個是Louding 那Louding呢 為什麼會需要Louding呢 因為近幾年來啊 我們開始會重視網址的意圖性 那目前無論說收訊程式 是否能夠處理帶來 Query Stream 的網址 可是對我們人類來講 我們開始喜歡去 用類似畫面上這樣的格式來去讀取網頁 那或者是說呢 你會發現說近幾年 也有一些所謂的Restful的網址會出現 那處理這樣的格式的網址呢 就是現代化的Win Runwork 不可欠缺的功能 像上前幾場 好幾位講者都已經有提到這樣的東西 那它背後的機制呢 就是所謂的Louding 好 那 Mavaro它是使用了事件驅動作為核心 去處理說 那個 那個 那個瀏覽器請求的那個Louding機制 那例如說呢 我們可以透過瀏覽器 我們在瀏覽器上透過Gate呢 可以去抓首頁的網址 那去觸發一個秘密暗示 用的就是Louding Gate這個方式去觸發 好 那這是他老二他基本提供的 那你也可以用Restful的Louding 好 利用那個也是一樣用Gate 那 Gate去抓資料 那Food去更新資料 那比如說像畫面上這個是個人資料 好 有Gate Food 那也用Post的 這樣的方式你也可以去做 但是呢 那如果說你用Louding方法 Lo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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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方便的 可是呢 在管理上跟 呃 複用性上面都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 改用Tontroller來做這件事情 那你只要在 Louding Louds這個PHE裡面呢 去加畫面上這一行 用Tontroller Detect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讓Louding把請求 丟給Tontroller 好 丟給Tontroller去製作 好 我們接下來講輸入的部分 那如何去接收跟處理 游覽器回傳的請求內容呢 那 這個 Framework 一定要去 這是Framework 一定必備的重新之一 那這些請求呢 就 Tontroller就會包含說 Post Post Cookie Files 這些東西 那 Mavabo 它在 輸入處理這方面呢 好 就包含 剛剛 比如說 Curse 去拿表單 啊 Cookie等等 那就是用畫面上的 這些方法來做處理 好 而且它把它包裝得非常方便 所以 這寫法就在一間介紹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訓練 我一定要提 就是各位啊 一定要把輸入這件事情 集中在Controller裡面 而不要去寫在Library 不要在Library裡面去用 用這些應付的寫法 為什麼呢 這就等於說 你好像在Library裡面 開了一散後門 好 就是自己寫木馬琴人家 竟然嗨一樣 好 這是不好的寫法 好 當然你要補不掉 還有呢 我覺得個人 我個人覺得 老爸我它在輸入這方面 有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它就是會幫你保留上一次的輸入 通常我們Post的完 會忍得到原來的頁面 那可是這時候 資料就會消失掉 那消失掉的解法又是什麼呢 我們通常會用Station 來保留上一次的那個Post的內容 那 可是呢 這個動作呢 其實會非常煩煩 如果大家有顯示 就會很期待這樣的動作 其實是很複雜的 那還好說老爸我 他就提供了一個像畫面這樣 這樣子的寫法 你只要用那個 WithInput 在Library的時候 用WithInput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把它 在Library回去的時候 把那個 上一次的表在內容保存下來 然後再 下一次的時候 你就用Input Flash 這樣的方式 把它帶進來 就可以用Order的方法 去把它 抓回來 這樣非常方便 我個人還蠻喜歡 這是輸入的部分 這是輸入的部分 那再來接下來講 好 Inputing的部分 那 在網站開發界 有一句名言 叫做 任何從瀏覽器傳來的資料 都是不可信任的 好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這句話 可是 這句話呢 其實含義就是說 你要記得 FB上拿到的資料 絕對不要塞到 這個部分的資料庫裡面去 好 這是 這是我講話 好 那 也就是說呢 資料其實是一定要經過驗證的 那 Lawargo的驗證 其實也很自覺 你先用Input的 你先從Input裡面 把所有的資料抓進來 然後你可以去寫 你的驗證 你的Rule 那如果 這兩個都有了之後呢 你用那個Volentator的Map 把它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以後呢 你就可以去判斷 這個 這個資料是不是可以驗證通過 如果失敗的話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 輸出錯誤之類的動作 那 當然除了這些 比如說 你看到的 Max 跟Email之外 其實 Lawargo還提供很多 配件這個格式 那就請大家看一下 官方網站 還有呢 接下來是 講資料抽象化的部分 那資料抽象化呢 我相信 他 在開發網站的時候 十有八九 其實一定會跟 這樣子打交道 那 可是如何直覺的 去存取資料部呢 好 當然 這關於這點呢 很多高手都提出了 很多的方案 那 近年來當然就是 最備受訪問 就是ORM 那ORM主要呢 就是把 資料的管理心 跟物件的互動作結合 那你就可以去想像說 好像 就是我們把每一筆資料 都可以 轉換成物件來操作 是一樣的 想法 可是呢 功能太強大的ORM 它的效果通常是 很利能ORM 那不然就是說 它在關聯器上的用法 也很複雜 也讓人家ORM 很受不了 不過還好 老老老老老他提供的那個 Elecourt 這個ORM 非常的輕量化 好 它功能也非常的完備 那 它其中 它的資料部的觀念 你可以說是 它的亮點之一 好 怎麼說呢 像 我們有 常常會用到 一對一的觀念 一對一的觀念在 它的 老老老老的Model裡面 你就用 Path1的方式 來把它 觀念起來 你可以看到畫面上 這樣的寫法 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那 反過來呢 也可以用 比方式度來做反差 好 那剩下的 這個畫面 都會幫你處理 都不用擔心 就是這樣 畫面非常容易 不要緊 好 那 也有一對多的觀念 一對觀念 就用HasMenu 也是一樣 跟畫面 你看到畫面 就是 用一個 HasMenu的方法 就可以幫它做一個觀念 那有沒有多最多呢 當然有 那可是因為時間關係 我這邊就不多 就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底下的網址 可以去做 去做進一步的研究 好 接下來是 輸出的部分 輸出呢 在Flightwork裡面 我們絕大部分的HTN 輸出 都是用View類型來打造 那前一場也有提到 用Tablet 之類的 那 那 在Lowerware 它也提供了一個 功能很完整的View類型 幫我們打造有關 資料輸出的部分 打理 有關資料輸出的部分 那最常用的呢 就是 View的Map 方法 就是畫面這樣 用View的Map 方法 其中呢 HomeIndex 你會看到有個 Home.Index 這個就是指到它的 Tablet去 好 那 Lowerware 它內建的View們 是採用它的Bread的分析 那 它提供了原生 它支援了原生的Pitch 其實它只是把它 換成一樣的去呈現 好 那 它的 Bread的.Pitch 就是它的 藥物的副檔體 OK 當然我們也可以在 Pitch 在它的 Controller裡面的 Action 去輸出HTN 好 就是 一樣 也是畫面上這樣的寫法 那 如果說我想要把一些 把一些 變數帶進樣板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 一次方式把它帶進去 那除了HTN 以外 我們也希望說它 能夠幫我們輸出 Json的可視 那 你如果說 要把你們內容呢 轉換成Json 當然也不是問題 你只要透過Response 再連這個Json 方法就可以做到了 那甚至說呢 我們也可以用 Exponse 這個方法呢 把 Json 的格式呢 不錯 把 OI裡面的資料 直接用Json的格式 吐出去 那吐出去的東西呢 通常還會包含 那個 JS JavaSquare 跟Exponse 這些東西等等 大多數時候呢 我們也會身兼做 前端工程師 對不對 前端工程師 那身為一個前端工程師呢 你手邊一定會有一些 JavaSquare library 啊 用Exponse framework 不過大家都知道 JavaSquare 相依性啊 它的管理非常麻煩 而且 有些頁面 在套用的JavaSquare 也不太一樣 而且 不僅 只有JavaSquare CSS 你常常也會面臨 同樣的問題 好 那 老外國當然也幫我們想好了 它可以 它有一個叫做 Asset 類別 我們可以很輕鬆去處理 它們的詳細 你可以用 Add的方法呢 去 在選音的空間底下 去註冊一個 Asset 那 它 可以透過數檔 去判斷說 這個Asset 是JavaSquare的CSS 那 加入以後呢 你就可以在你的 Template裡面呢 用Asset Style 或者Square的方式 去把它輸出 它會幫你自動 產生那些 Link 或者是 Square的標籤 我們也可以在 我們也可以用它的 Container方法 去註冊一個 命名空間 讓 讓 你的 Asset 是在這個 命名空間底下 可以管理 那 輸出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用Container 然後Square 這樣就可以讓 就可以把 這個命名空間底下 CSS 跟Garget 都輸出 標籤都輸出出去 那最後 來講 那在廣大的 網路世界裡面啊 其實 就是很 就很多人會跟你遇到 同樣的需求 那有些高手呢 就會把這些需求 寫成一些方案 那這些方案 他就會把它包裝起來 放到網路上 供大家使用 那前面 像那個Square 他也提供了 類似 這樣的機制 那這些 包裝的 方案的包裝 都是是一定 有一定的規範 那我就稱 這些層 是叫做CAP 或者是Bundle 那當然在 在網路上 這裡也創造了自己的 Bundle系統 那 我們這樣的專案 就可以 很容易被擴充了 官方 他的官方呢 也建立了一個 Bundle的網站 那方便讓我們去下載 別人精細量的 那個 套件 這裡的Bundle呢 就一樣也是 依照用途 可以分散很多類別 那從 後端的資料 處理啊 到前端視覺化的套件等等 讓他們每一個都深入不同的任務 那大家就挑自己 可以用的 下載才能用 那怎麼去安裝Bundle呢 你可以用 Ascene Bundle Install的方式去安裝 安裝回來的時候呢 你就要去 在Application Bundle 這個PHP裡面 去註冊它 註冊好以後呢 你的Lavaro的專案 就可以把它拿進來 那Bundle 也可以有自己的Task 那 我們只需要說 在建立Task的時候 在他的 在他的前 類別的前面 加上一個Bundle的前資源 剩下的呢 就跟原來的Task寫法是一樣的 那要用的方式呢 你就要注意說 用Bundle的名稱 後面加兩個分號 剛剛 你會看到是一個分號 你現在要加兩個分號 最後才是你的Task名稱 我們做個總結 好 其實Lavaro會 還有一些 很實用的功能 那很可惜 因為我現在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很多細節 都沒有辦法深入的討論 但是呢 他們都是各位 往後一定會接觸到的課題 那希望說 大家能夠在官網上 自己去查手冊 或者是去論壇 那邊看 那個 那些高手的討論 好 這裡 這些細節 我就不多 再 多講 那前面呢 都是一些很常用的技巧 那你可以發現說 Framework 其實是把我們 最常做的事情 把它包裝起來 那現在畫的 Framework 可能 你要去判斷說 它有哪些 我們要怎麼去選擇呢 它就有一些指標 那這些指標 就像畫面上看到的 比如說 MVC的架構 它就 好壞 就會 影響我們 處理說 處理請求啊 跟回音內容的速度 那在 處理資料的時候呢 你也要能夠很方便 很快速 好 但是不可以犧牲掉 我們未來的過程性 好 至於該怎麼去判斷 這個 Framework好不好呢 其實就像 交曆性朋友一樣 你 要先從第一印象去決定 要不要繼續接觸 那我們在選擇一個 Framework之前 也可以用我們前面介紹的 各項指標去判斷 那去思考看看 他是不是適合我們的狀態 那當你確定要用它以後呢 你就不要三千而已 盡可能讓自己去適應啊 那記住呢 就是 Framework 是用來解決你的問題 而不是用來自質你的問題 好 今天我的接下來就到這邊 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大家 看來大家回莫小姐非常希望大家問他問題 所以沒有人想問問題可以直接看麥克風提問 我先打一個一個方針 因為我也是剛接觸不久 盡量如果有我回答不出來 我們可以會後擔當的也沒關係 有沒有 好 請坐 因為我知道你之前是用任何握課 那你可不可以大概講一下說你從任何握課轉到這個的 你覺得比較困難點在哪裡 這個我知道一定會有人問 所以我一直沒有出現這個任何握課的字 為什麼我要氣用任何握課呢 因為我現在這個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在判斷一個專案是不是要用某個framework的時候 你要去考量他很多很多的面向 那這些面向呢其中之一最要求的就是效能 效能這件事情呢在任何握課 確實還沒有達到一個很完美的境界 好但是我要強調我不是台灣任何握課 任何握課他的設計非常好 反而我會希望大家寫程式去 寫程式的時候去多去參考他 那他的一些比如說design pattern啊 或者是一些多型的應用啊 真的是用的非常好 跳來老Rail 我其實我今天本來要講一些缺定啊 可是我不好意思 因為怕他聽完就不敢回 回去就不敢用了 老Rail 他對我來講最大的一個問題點 就在他的那個coding style 實在是 我實在是很不習慣 而且他剛剛有講到的 他有用到一些靜態方法 類別的靜態方法 類別的靜態方法這件事情呢 在多型裡面是一個非常 嚴重禁止的行為 可是方便喔 就是好寫的 如果你要快速寫一個東西 讓趕快產生出一些功能 他是非常好寫移動的 我的感想是這樣子 他沒有什麼問題 好 這樣就再次謝謝大家 時間撞得非常好 兩點五十分 那接下來三點呢 還有 還有